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3-2牛队运动定律复习运动学的部分 然后这个类题2 好那这个赛车呢 它是以等加速度从静止起跑 等加速度而且是从静止起跑 那在直线跑道上跑完200公尺 请回答下列小题 那目前已知的条件就是 它的初速 它的加速度是4 而且它是等加速 等加速运动 那还有它是从静止开始起跑 所以它的初速 它的初速V0就是0 而且它的位移 位移是200公尺 好这就是它的一些条件 那我们已知这三个条件 那我们要怎么算底下的小题呢 它要求的是时间梯 那我们已经知道 加速度还有初速 还有位移的话 我们要怎么算时间梯呢 有三个公式要复习哦 等加速运动的三个公式 是 墨数 墨数 V等于V0加AT 还有位移是 V0t 加2分之1 AT平方 还有是 最后一个其实比较不常用 但是写出来 这个 墨数平方 等于初速平方 加2a 乘上位移 好那今天我们要求 时间 但我们不知道墨数是多少 所以如果用第一个公式的话 这个是不知道的 虽然说后面两个知道 可是第一个不知道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公式 位移知道了 初速知道了 加速度知道了 那那就可以求时间 所以我们是用第二个公式 代入第二个公式 位移等于V0t 加2分之1 AT平方 那位移是200 那初速是0 加速度是4 好所以这样算起来呢 t 就会是 10 10秒 好 先让电脑休息一下下 好 再来第二小题 好第二小题 跑完 200公尺时的 顺时速度啊 那要求 顺时速度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 第一个式子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第一个式子是有顺时速度 那我们现在已知 初速 已知 加速度 而且我们也把时间 算出来了 就是第一小题的10秒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第一个公式 初速从禁止开始 所以是0 那花的时间是10秒 所以结果是40 这就是第二小题 那第三小题呢 求 平均速度的话 就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是0到10秒的平均速度 因为 他要问的都是跑完200公尺 那跑完200公尺的时间 在第一小题算出来 是10秒 那所谓的平均速度呢 其实是要回到速度的定义 就是位移除以时间 所以 这个就是 要求出第0秒到第10秒的位移 再去除上10秒 所以就是把200公尺去除上10秒 最后就是20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谢谢